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奈南海妖黄 今日其名为陈南 爱其所爱 恨其所恨 我差 诸诸为虐 害我前身性命 如我前身肉身 可知错 你死人死鬼 可长点记性 没事吧 醒醒 醒醒了 我去让护士给他做个前身检查 这张无线黑卡你拿着 没有密码 随便刷 算是我对你的故障 不用了 这袋小杀我自己能治好 喂 什么我爷爷病危 我现在马上过来 真是麻烦 这钱是因果 否则非生肚结石 会化作夜火劫难 王院长 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 沈小姐请放心 我这就安排手术 老爷子在对部不有问题的 那就拜托王院长了 只要能治好我爷爷 多少钱都没问题 现在手术 只是让他送死罢了 我帮沈秋月治好他爷爷 这份因果也算是还给他了 这老头已经尤禁灯枯 现在手术 只是送死罢了 他的腿怎么好 你是什么人 竟敢质疑我的判断 唐家陈南 原来 你就是唐家那个出了名的废物女婿啊 我这私人医院开业多年 救人无数 其实你这一个废物能置疑的 庸医城里的医院 可是得小心经历 别一不小心吊销执政 放肆 还等什么 准备手术 陈南 你要是好了你就赶紧走 别在这里胡闹 这颗药丸换你一张黑卡 从此以后 我们两个再无任何因果 王院长 我爷爷怎么样 老爷子 突然病情恶化 那就没有必要治疗了 沈家的资产也该重新分配一下 没错 这大姐一家占着沈家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这对我们来说 那也太不公平了 依我看 你们 你去带平分 你这些人还没死呢 我有办法救爷爷 沈秋月 你要干什么 沈秋月 你给爷爷吃了什么 我在救爷爷 救爷爷 我看 你是想害死老爷子 爷爷平时带你也不保法 你既然趁了爷爷病危 给爷爷下毒 依我看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继承爷爷的资产 你们少血口喷人 爷爷危在旦夕 是你们在想着怎么分财产 还有脸说我 闭嘴 是你给老爷子下的药 是你害死他的 老爷子有心跳了 老爷子有心跳了 什么 这该不会是 回告返照吧 这 老爷子恢复了身体技能 天佑我沈家呀 女儿 你这药到底从哪来的 还有妙 这药是陈南给我的 陈南 就是唐家那个废物女婿 就是他 他说 这枚药可以保爷爷一命 如雄 你立刻去横家 把陈南给我带过来 事关老爷子生死 不要单狗 刚才派人去接那个废物 赶在他们之前 别想我拦呢 你这废物死哪儿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去做宵夜 饿死我 你 你耳朵都不长 滚 这出门一圈长本事了 想上楼 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 不然今天就滚去睡狗窝 啊 你 我妈蛋你居然敢打我 这是怎么了 你 看你什么人 他居然敢打我 他今天敢对我动手 明天就敢打到奶奶的头上 这家伙欠揍 给了他点教训 刚才那一巴掌没打疼你吗 奶奶 陈南这王八蛋竟然敢打我 你得给我做主啊 我的乖孙 你的脸 好你个沙才找你去 把奶奶都买得这样 好你个陈南 这可是我唐家的独秒 谁给你的狗胆 敢打我的宝贝孙子 奶奶 这 这有可能是个误会 为什么呀 我就让他给我做个宵夜 他就动手打我 陈南 你快点他们道个歉 这个事情就算了吧 没错 给唐展道歉 给他道歉 凭什么 他是唐家的独秒 唐家有他这样的独秒 那就离灭亡不远了 让我从他的裤裆里钻过去 没打死他 都是看在外人的面子上 你个畜生 当年要不是因为老爷子 收留你入罪 你早就饿死在大街上了 你今天翅膀硬了 反了 大海 伤害同族何等罪过 伤害同族 你当断手 来人哪 给我将陈南拿下 奶奶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打断他的手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奶奶 我求求你了 奶奶 你个吃里扒外的贱人 唐家摆养了你这么多年 明天就和他离婚 定是陈南 中雄 沈家的第一打手中雄 他找陈南干什么 谁是陈南 周先生 他就是陈南 陈南 小二爷让我带你过去 立刻跟我走一趟 我不想跟你们沈家 扯上什么关系 你走吧 闭嘴 周先生让你去 你赶紧去 周先生 陈南就交给你了 不过 他做的任何事情 和我们唐家 没任何关系 陈南 不要去 你疯了吗 陈南得罪了沈家 你跟他挂上关系 那不是死定了 小子 这事可由不得你 立刻跟我走 行吧 等我回来 他娘的 怎么开的车 找老子的麻烦 找死呢 报告 报告 您怎么在这儿 唐家那个坠绪 大爷让我带回去 你呢 把人带过来 就狗狗 是 是 莫哥 人就在车里 抓人 你个小狗子 你自然倒霉吧 人家大爷说了 你呀 值五十万呢 什么 才五十万 你家大爷太小气了 就你一个唐家的坠绪 给你五十万 已经是天价了吧 咋的 还想再临死前 还太价呀 不急 等到了沈大爷面前 你问一问 他那五十万 还拿得出手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弄死你啊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弄死你啊 是谁呀 大哥 你放我一马行吗 看你表现了 你如果不想像这个蠢货一样 就开车带我去见你家大爷 好好好 我这就带你去 人呢 小姐 这陈南被豹哥给堵截了 他说是被沈大爷带走了 他这人心狠手辣 我也不敢得罪 你个废物 那爷阿宝是去杀陈南的 不行 我得去见大伯 他这是要害死爷爷呀 沈秋月 你来我办公室干什么 你们把陈南带哪儿去了 他可是叫爷爷的唯一希望 他呀 我们已经死了 你们 哎呀 哎呀 南哥呀 沈家大爷要害你 不关我的事啊 沈家大爷是吧 你来出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 这里是沈家的地盘 你要是跟他这里胡来 我让你有来无回 爹 爹 爹 我倒想看看 你让我怎么个有来无回吧 他的胆子 跟他这里撒野 我让你真是沈家的厉害 来人 给我废了他 你不想继续受折磨的话 就把这些废物给解决掉 你下毒子啊 敢动南哥是吧 闲过我这怪 霍哥 我平日 对你可不跑 你居然背叛我 哎呀 我再给你五十万 你把它给我解决掉 哎 你就给我一千万 我也不能干呐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南哥的人 啊 沈建武 你要是实相的话 你赶紧给南哥道个歉 要不然 我弄死你啊 你不不安復的东西 我还要厉你那么多年 咋的 你想死啊你啊 南哥 要不我现在就弄他 我进出口气啊 嗯 别过来 好吃 记得点赞关注哦 你跟陈先生认识 你快跟他解释一下 这就是个误会啊 陈先生 我 求远 爸 拉得正好 是谁让你去唐家的 陈先生 我爸也是为了救爷爷 堂堂沈家 就是这么对救年人呢 鲍哥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又是你个小犊子啊 你对南哥不尊 不就打我阿宝的脸吗 那我得削你啊 嗯 嗯 嗯 陈南 我爸他不是故意的 我们知道错了 是啊 陈先生 麻烦你看在秋月的面子上 就对我家老爷子 施以援手 事后 你想怎么处置 我都愿意 我之所以来 就是想告诉你们 你们沈家在我眼里 一文不值 以后做事 动动脑子 颠量人 别一不留神 家破人亡 陈先生 请留步 我爷爷他 我之前说过 我给你的药 能让你爷爷恢复柔出 可是你的性 现在你爷爷半死不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陈先生 是我的错 这次您开个假 我保证不还假 假 你们沈家 开不起配得上我的假 陈先生对钱不感兴趣 那可以提任何要求 我都可以满足的 下戒 赶个嘴 沈小姐 我想你看错人了 你们沈家能给的 不如我陈南之眼 我陈南要的 你们给不了 凡人皆有命数 你爷爷如果真的面目该绝 他自然会想爱他 我是不会放弃的 都怪我太鲁莽 不过 这陈南也太狂了吧 爸 这跟陈南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爷爷要紧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弥补 让陈南看到我们沈家的诚意 这怎么弥补啊 大伯肯定会去报复陈南 我们得阻止他 毕竟 现在爷爷只有陈南能救了 可是陈先生 对我已经有成见了 没别的办法了 只能先向陈南示好 这样 我派长雨去保护他 等机会合适了 我再去求他 对对 还是长雨可靠 李秋雄抢 四丫头 你这和那废物离婚 王少看得上你 是你的荣幸 你还推散祖司 小婉嫁给我之后 你们唐家与我王家就是一家 留我王家一口肉吃 就给你们唐家一口糖喝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个孽障 王少无论家事 人品和相貌 哪点不比陈南那个垃圾强 就是 要不是看当初老爷子糊涂 选了那个废物当坠血 不然你早就嫁给王少了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呢 我有丈夫 现在陈南得罪了沈家 现在又被带走 你以为他还能回得来 再说了 他是个什么东西 给王少舔脚指头也不配 是吗 陈南 你受伤吗 我没事 你就是那个废物陈南吧 赶紧跟小婉把他离了 你是谁啊 也可以指使我 混账 这是王家大少 王天策 我以为是什么狗东西 王儿 我们离开唐家 等等 唐婉是我的人 我看谁敢带走 没错 唐婉已经是王少的未婚妻了 你说什么 我没有 是他们 是他们把我卖给了王天策 敢买我的女人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婉儿 我们走 常婉 你今天要敢走出唐家 我打断你的腿 谁要是敢动婉儿 要她的命 你看这事闹的 王少 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给我查 陈南和唐婉的下落 查到以后 女的抓回来 男的直接给我剁了 我去跟阿宝说点事情 要是累了的话 就先睡 男哥 你来 是要跟我 男哥 你放心 以后你说往东 我绝不往西 这个你拿着 我找你时 他能传音过去 你找我时 对着他说话就行 这话里胡说的 我以为是啥呢 这不就是队长机吗 可以这么理解 男哥男哥 我是小胖 收到请回答 over 阿宝阿宝 我是陈南 收到 over 你好 客房服务 不知死活 上 我 说 谁派你来的 不说 我罗家罗俊 黄亭九间 是我罗家产业 我劝你放了我 否则 王天策那个废物 不会放过我 是吧 你怎么知道 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们又是谁 我叫常语 是沈小姐派的保护箱里 保护我 不用了 这两个废物 你们带回去处置 是先生 走 陈南 是谁啊 是客房服务 我打发走了 大哥大哥 我已经走了 收到请回答 over 我刚才就想问你 这 这是哪里的声音啊 是 是对讲机 滚 over 哦 对了 嗯 鲍哥是沈家的人 怎么会对你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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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能说我有超能力呢 这沈家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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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听说我的血型 有可能跟沈家老爷子有可能匹配 沈家老爷子有可能匹配 想让我陷陷 想让我陷陷 救救沈老爷子 救人一命 生在气气浮屠 如果可以 你还是救一救他 我会尽力而为的 快睡觉 你身体不好 不挠眼 反而梓妹到底怎么回事 从刚刚抱着他到现在 总感觉有一股莫名的犀利 慢慢把婉儿的精气吸食定 难道是 重拣 我必须抓紧兄弟 画龙子一级四 彻底画掉 这样婉儿才能安全 我现在本人天赋有精力感的精神 一公一手 还有个龙头 可龙头的力量 与画王紧辨息息相关 现在 我离一天以为大人 只能对付一些寻常繁衣 灵气 我要灵气 醒了 好久都没睡这么踏实了 那就好 快去洗漱 一会儿带你去吃午饭 午饭 几点了 糟糕 今天是周一 我要上班 陈南 你怎么不调醒我 我也没上过班啊 对不起啊 陈南 我不是嫌弃你不上班 你别放在心上 我 我得走了 我要去公司了 我送你去上班吧 不急 这 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干的 谁 谁干的 黄婉安 你明目张胆的矿工 还被财务查出 罗用公款三百五十万 这被调查吧 你胡说 我没有挪用公款 我要见奶奶 挪用公款 矿工 忤逆奶奶的意思 你还有点见奶奶 你已经被开除了 罗安 把他赶出去 你想干什么 愣着干什么 他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还没挂轰出去 我是被冤枉的 我要见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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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丸女士 关于挪用公款的事情 你有什么解释的吗 我没有 我没有挪用公款 传闻说您包养了个小白脸 是跟挪用公款有关吗 我没有挪用公款 唐丸女士 请问这个就是您用公款 包养的小白脸吗 我这相机怎么黑屏了 再不走 我叫你们的命 我没听见哪 滚 陈南 唐丸挪用三百五十万公款 这件事 你打算帮他怎么解决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三百五十万 有我们王家三百万 你说这件事 跟我有没有关系 啊 原来是你陷害的 我只是让你看清 我们之间的差距 这点钱对我们来说 九牛一毛 可对你而言 应该是比 这款吧 你无耻 唐丸 我劝你赶紧跟这个废物离婚 嫁给我 保你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你做梦 你要是实在不领情 那就还清三百万 还有一百五十万的利息 还不起 那就把老底座穿吧 我吃 放心 我来处理 从玩儿回去 小子 你很不识实物 王天策 给你个机会 跪在地上 忏悔一分钟 我就保证不打死 真的 你不会是被吓得得了失心疯吧 啊 我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那可怪不得我了 啊 弄死他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就给你点儿教训 记得点赞关注哦 什么鬼 看着干什么呀 给我弄死他呀 打一个也是打 打三个也是打 这就是因果 陈南 陈南 啊 啊 啊 陈先生 陈哥我错了 你别杀我 我给你钱 我以后我绝对不会嫂子嫂子了 啊 陈哥我错了 你别杀我我我我我 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啊 唐小姐 不好意思啊 您不能进去 我在这儿订了房间 我刚才接到老板命令 您不能进去 为什么 唐小姐 我是沈秋月 你先跟我回沈家 这里不安全 鲍哥 先让唐小姐跟我回家 等会儿 你和陈南可以去我家接他 嗯 好啊 男哥 王天策大奔呢这是 怎么 喜欢 哎呀 以后你就开他吧 那多不好意思呀 王天策知道自己错了 死戏白赖的赔给我的 男哥威武 别得瑟了 晚上呢 嫂子被沈小姐接走了 什么 刚才呀 我跟嫂子过来 啊 在门口被那俩房给刁难 这时候沈小姐来了 说是这不安全 然后就把嫂子接他们家 闭风头去了 我保证 下次再不擅自做主 我保证 下次再不擅自做主 哎呀 男哥男哥啊 哎 下不为例 以后有事 用龙林对讲通知我 我知道 行了 我们去沈家 沈小姐 陈南 王天策 他没有围栏你吧 没事的 一切都解决了 沈小姐 这次谢谢你了 说吧 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陈先生 举手之狼 不求回报 既然沈小姐这么说 那陈某行 零线 这怎么会零线 沈小姐 我想参观一下你家 不知方不方便 陈先生自辩 这些都是我爷爷收藏的 我们也不懂 陈先生要是喜欢 可以带几件回去把玩 这是我爷爷当年捡回来的 说是奇石 不过我看这石头 也没什么奇特的 摸上去凉凉的 这块石头放在这儿 从来没有人注意过 陈先生要是喜欢 那就送给你吧 有趣 什么意思啊 你若真舍得将那石头送我 那咱们倒是可以赌一赌 赌什么 明天 我若出现在医院 你爷爷便有救 我若没出现 你爷爷就看天命了 这就是赌 婉儿 你现在是在这里住几日 等我找到了住处 就来接你 好 沈小姐 那就麻烦你了 你就放心住下 没人敢来沈家找事 那我先走了 想不到在这里 还能找到凌云石 如果成功 第一层就简直能突破 真的是凌云石 突破有望 终于突破画龙第一遍的境界了 有因必有果 看来我必须要去救治沈老爷子了 阿豹 排车带我去中中医院 阿豹收到 陈南 我赌赢了 对吗 算是吧 太好了 我爷爷有救了 一切皆是因果 能让他醒过来 至于痊愈 我可以试试 难不能打宝票 太好了 能醒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先过去 陈先生 您来了 这没你的事了 要么出去 要么闭嘴看着 好啊 你 陈先生 老爷子心跳恢复正常了 手指都动了 他的病没什么大碍 但气血亏空 让他休息会儿就行 另外 给他准备些补品 同时每天带他去做 肢体康复运动 一定一定 陈先生放心 沈小姐 老爷子的生命体障 恢复正常了 但是还没醒 还需要静养 陈先生 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大恩人呢 我们找陈南 他涉嫌一起恶性斗殴 我们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谁是陈南 我就是 陈先生 需要帮忙吗 没事 走吧 记得陈先生配合 我的儿啊 儿子忍一忍 王先生 我是来找王天策 何时情况的 你个王八蛋 敢打我儿子 我上你老体坐穿 让腾家家破人亡 王先生冷静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小心我告你诽谤 这你儿子是谁打的 他自己知道呀 王少 还记得 你被打的过程吗 儿子 是不是他打的你 是的话你点头 我马上找人打断他的高腿 看吧 看吧 打王少的凶手 另有其他人 看在王少这么明示里的份上 我就不够你诽谤了 我不信 你个混蛋 肯定是你 王先生 不要冲动 王少也已经证明 这件事跟陈先生无关 我们会深入调查 帮王先生一个公道 小子等着 这事没完 你的记录仪卡着的吧 我要保留起诉 王精和诽谤我的权力 我的儿啊 静元 那小子是廉家子吗 他身上没有元气波动 应该就是一个寻常的外加高手 儿子 刚才你为什么不指认呢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密密乎乎就摇了头 虽然不完全是他打的 但我一定要出这口恶气 芝儿 你放心 敢对你动手 他必死无疑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在内加高手面前 外加功夫不值一提 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像我这种隔空欲物 就是高神的内加功夫 而外加功夫是体术 只会近身搏斗 我隔空一巴掌 就能拍死他 静元 你在外面修炼了几十年 如今也算是 小有所成吧 我已经达到了真元境界 在外加高手眼里 我 就是神仙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下手 杀鸡烟用牛刀 我还有几个徒弟 也已经练到了灵元境界 让他们动手就行了 太好了 要让那个魂上东西知道 得罪我们王家 没有好下场 放心 不知道 现在神老爷子 现在怎么样啊 我来看看神老爷子 陈先生 请随便 生命体征彻底平稳了 老爷子 也该要醒了 那就好 你照顾好老爷子 我走了 好 这次 灵元的因果 总算圆满了 好 我还活着 王院长 是您救了我吗 我可没有这个能力 是陈先生救了你 陈先生 老爷子 你现在刚醒 好好休息 我去通知沈小姐 陈南 你怎么回来了 沈小姐知道 神老爷子醒了 机动不已 要去医院找你呢 顺手为之 用不着这么感谢 没想到 你真的会治病啊 老儿 我好像 找到了治疗你的方法 我自小身体就是这样 很多免疫 别看不出来什么名堂 还有 这位同姐很努力的 我得抓紧修理 画龙酒店第四层 等通现成长者 可最麻烦 婉儿 你的病 我能治 怎么治啊 不告诉你 你就知道心弄我 你怎么这么讨厌 你好烦 记得点赞 记得点赞关注哦 可爷爷 可爷爷非要回家 说是要见见自己的救命恩人 没想到陈先生这么年轻 便能有这么高的医术 年轻有为啊 神明 沈爷爷 是什么病啊 陈先生 但说无妨 我已经是鬼门关上 走了一遭 现在 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不是病 而是中毒 中毒 爷爷 是谁要害你 我们沈家 家大业大 禁于我们沈家的人 多了去 爷爷 你放心 我一定找到下毒的人 陈先生 听秋月说 你也喜欢石头 刚好和演员 可惜啊 这种石头只有一块 要有更多的 我定全送于陈先生 那就多谢神老爷子了 不过 您的这些石头 是从哪里得到的 海州的九云山 九云山 陈先生知道 神老爷子 您多加休养 我就先走了 日后再过来帮您调理 陈先生慢走 救命之恩 我沈玉前 无以为报 以后但凡 有用得到沈家的地方 沈家一定亲尽全力 陈先生 我爷爷康复 您鞠躬至伟 我准备举办一个答谢宴会 了表谢意 您一定要来 沈小姐 你是想借机查下毒的凶手吧 对 我得查出来 不然 我爷爷还会有危险 甚至以后 我也会有危险 打谢宴就不必了 就改成 沈老爷子的康复宴了 至于康复的过程 就按照 我告诉婉儿的说辞即可 你是 谢谢你 好 我准备将宴会 定到三日之后 你爷爷后续的康复 我会找时间帮他调理 先走了 陈先生稍等 月儿 去我房间 把柜子上的那块石头 给我拿来 好 哦 对了 陈先生 我这儿还有另外一块石头 不知可否用得着啊 有用 那我就 确实不公了 这是在海州 临海得到的 陈先生 也可以去转转 说不定 有所收获 好 那就 多谢 沈老爷子歌爱 有人 来这不善 你竟然练了金钟罩铁不山 谁派你来的 阎王爷让我来取你的狗命 我不想再问第二遍 你 你怎么这么强 你等着 我师父是那家高手王清远 他会给我报仇的 果然是 他还不配做我的对手 我要你死 终于突破到了第二层 海州临海 Trading 兴奸 想要突破到画龙第四hou cum 这 你 听 ela 废了 废的好 到底是你徒弟 温准狠呢 好个屁 是我徒弟废了 什么 你不是说你徒弟很厉害吗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看来 是我低估那个小杂碎了 那怎么办 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 趁着善家宴会 正好连那个神老头一起解决 好 老弟出马 指定手到擒来啊 老哥先在这里恭喜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天色报仇的 大山 你不是说赌食肯定赚钱吗 现在呢 半天就亏了三百万 还欠了别人一百万 大山呢 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 你偏偏去赌食 那玩意儿是我们能碰的吗 我赌食 那也是为了让唐家能更上一层楼 呦呦呦 那亏钱怎么解释啊 我只是失手而已 再说了 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要不是你的女儿 嫁给那个废物陈男 害得我们唐家得不到王家的支持 不犯得着铁儿走险吗 你还敢回来 你知道你把唐家害惨了吗 唐婉 你还知道回来 你是 沈小姐吧 我不醒自来 不会赶我走吧 我们唐家欢迎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赶你走呢 大海 赶紧去去查 奶奶 沈爷爷醒了 我来是想邀请你们 去参加沈小姐举办的清喝宴的 沈老爷 吉人自有天相 可喜可贺 沈小姐吩咐一声就是了 岂敢劳您大驾 亲自来邀请 主要是从唐小姐回来 唐小姐 我先回去 司机留下 等你处理完事情 让她送你回去 哎呀婉儿 你跟沈小姐什么关系 哎呦 她竟然亲自送你回来呀 爸 有人陷害我能用公款 我走投无路 是沈小姐收留了我 这几天 我都住在她家 我们是一家人 哪都是误会 今天啊 你就回公司上班吧 不用了奶奶 我和沈小姐 投资了一个项目 沈小姐和你 对 沈小姐准备投资三个亿 请大明星拍摄 荒野求生的直播综艺 真的假的 投资三个亿 骗你的吧 真的假的 到时候就知道了 奶奶 爸 你们记得参加宴会 我先走了 你们可别不信 是沈小姐他亲口告诉我的 说几千个人里面 只挑出了他一个 那陈南还真是走了狗屎院 他一个唐家的窝囊费坠续 竟然靠着献血一步等天 奶奶 我刚才听说 陈南是靠给沈家献血 才霸击上的 哼 这混账东西 吃我们喝我们的 有巴家沈家这种好事 竟然背着我们 忘恩负义的家伙 要不我们向沈小姐揭发他 闭嘴 要是揭发了 唐家怎么跟着沾光 妈 那你说怎么办 宴会结束了 把陈南带走 到时候 沈家要是再让他献血 就得找上门来求我们 高 实在是高 那这样 我们岂不是能要求沈家 帮我们办事了 那陈南 能跟我们回唐家吗 你傻呀 把唐婉带回去 害怕他不回来 快看 他们来了 奶奶 这是怎么了 唐婉 你翅膀硬了啊 这种事 你竟然背着我们 奶奶 你在说什么 你装什么白领 陈南这个鬼 背着家里自作领章 给神老爷子献血 这孩子我们现在都很背头 这是他的事 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他是唐家坠婿 吃唐家的喝唐家的 身上流的血 是唐家养出来的 奶奶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没有你奶奶的许可 不能再献血了 哼 你们倒还是挺有想法 拿我当筹码 以此来要挟沈家为你们所用 真是吓得一手好奇 混账东西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没有我们唐家 能有你的 今天呢 我们都没计较你 陷了唐家宝贵的血 你还有脸计较 哎呦 你 你敢打我 打你咋的 打你 敢跟男哥这么说话 我打的就是你 啊 嗯 阿宝 行了 你先下去 你们是长辈 这事我就不计较 但是 以后我的事 轮不到你们支支点点 真的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这个样子 没事 我们去找沈小姐 沈小姐 准备怎么找凶手 凶手知道我爷爷醒了 肯定还会出手 所以我在家里每个角落 安装了窃听器和摄像筒 只要凶手露出马脚 马上就会被抓到 这倒是个好主意 一会儿要开始了 我们快走吧 免得有人声音 好 诸位在百忙之中 历临我沈家 我代表沈家 感谢各位 诸位 老朽近日 偶感恶极 多亏了 唐家女婿 陈南 帮我渡过南关 今日 除了感谢各位 我还想向各位 介绍我的大恩人 他妈的 那老家伙真还活着 这个陈南 还会解毒 小点声 打了天策 救了神老头 是彻底跟我们王家 过不去了 今天让我在这儿 看见他 算他命不好 正好新仇就仇 一块算 我这就去背了他 老弟 这里人多眼杂 而且是在沈家的地盘上 不宜动足 也好 等会儿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再去把它做掉 老爷子 您身体健康 祝人老 长命百岁 再次感谢 诸位今晚的历临 今天的宴会 到此结束 陈南 我去帮沈小姐调查 今晚就住他家 好 去吧 南哥 我送你回去有店哪 马尔 怎么啦 陈南 凶手是王家人 他们不仅要害沈爷爷 现在还想杀你 杀我 陈南 你一定要小心啊 你放心吧 我来处理 宝哥 前面停车 好嘞 好嘞 我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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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哥 前面停车 好嘞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小王八犊子 小王八犊子 没想到你还真敢停车 打动我儿子四肢 今天 我老弟就要打得你 连亲妈都认不出来 你就是王青人 是你派人来杀我的证 你伤我侄儿废我徒弟 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有因必有果 你敢放肆 我会亲手送你去地狱 狂妄 我倒看看你的骨头 有没有你的嘴衣 既然你们这么不知好歹 那我就只好小场大剑 老弟 这就是你的神功 太厉害了 你练的不是外甲功夫 也不是内甲功夫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不管你是什么 在我真元境界面前 都不知一提 那家高手算个屁 快走 高哥 这个人你从事 陈先生不要啊 动手的是清元 跟我没有关系啊 他不是你弟弟啊 不是你指使的呀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是什么来历 你不配知道 怎么可能 我明明已经是真元境界 那家高手当中第一流的人物 居然一招就被你碾压 张哥 啊 这玩儿 怎么弄你说 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 是王家家主 把他送给都察 恐怕没什么用 送给沈老爷子 沈老爷子 没准需要他 求求你 别 别把我送到沈家 现在知道怕了 沈老爷子中毒之事 跟你有关 我什么我呀 说 我说我说 是沈老大 是沈剑武座内影下的毒 看来我猜的没错 把他送给沈老爷子 经愿救我呀 我不能落到沈玉千手里 我和他斗了这么多年 他不会放过我的 别喊了 走吧 你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或许 我还能救你 像沈的 你可要考虑清楚 像我这样的那家高手 这一身的修为 难道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你是想说你背后还有尸臣 还有更厉害的高手是吧 不错 实话告诉我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只蝼蚁 好好动动你的脑子 一只蝼蚁 背后就算有更大的蝼蚁 你觉得我会怕吗 那你听口 我 可是九云山的人 海中九云山 沈老爷子那块银原石 他说的就是来自海中九云山 害怕了吧 实际的 就乖乖放开我 然后 跪下磕头陪礼道歉 否则 九云山一怒 别说是你 就算是整个沈家唐家 全都要灰飞烟灭 说说吧 你在九云山 担任什么职务 我乃是九云山外山十大高手之一 我师父的师父 在九云山内山修理 那可是真正的 一流的神仙一样的人 那山和内山 王青是内家真元境界人 那内山的高手 很好 你现在通知九云山 就说你在外面得罪了人 对方要九云山 登门赔礼道歉 你让九云山 登门赔礼道歉 没错 赔礼 拿着陵原石赔礼 你竟然知道陵原石 快走姓王的 来来来来你过来进去 王清和王家主 沈小姐王清和 南哥让我把人送过来 嫂子南哥说了 你别担心他他没事 王清和 你斗不过我 就用这种瞎做手段 真是令人不齿啊 沈玉前 这你可不能怪我啊 是你们沈家人想让你死 我只是帮了一个小忙 谁 好呀在南哥面前都说了 是沈建武 什么 是大伯 女子快让沈建武这个畜生 立刻滚过来 爷爷这到底是谁惹了你啊 让你放这么大的火 沈浩你还有脸书 你们父子干的好事事发了 好侄女 你说话可是要想重心 你敢胡说八道 共会让他不出代价 王清和之 看来九云山真的有灵原石 想活命的话 就按我说的办 关于灵原石 我也只是知道一点 据说在九云山的那一山 只有极少说 几个最高层的大人物 才有资格使用 层次达不到 根本使用不了 那倒是 我师父的师父 在内山已经算是一号人物了 也没那个资格 那九云山的内山 有多少人有资格 使用灵原石 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估计 不会超过十个 陈先生 你还是杀了我吧 以我在九云山的地位 根本是不可能让九云山的大人物 拿着灵原石来赔礼道歉的呀 嗯 那你就 就这样办 证据 王清禾就是证据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大伯 王清禾都已经交代了 给爷爷下毒的人就是你 或者说是你们父子 而他和王家 给你们提供帮助 你胡说八道 你这是污蔑 沈秋月 你这个贱 够恶毒的 为了谋夺沈家 不惜给我们父子 到这种了 爷爷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他 说不定这个毒啊 就是他自己下的 王清禾你说 你们王家 是不是给沈建武父子提供帮助 给我爷爷下毒 爸要我看 这毒即便不是沈秋月下的 也是王家下的 然后栽赃到我们头上 你想想 我们沈家和王家敌对了这么多年 他王清禾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沈家内斗嘛 这样他们王家 才有可乘之机 击垮我们沈家呀 你急什么呀 让他说 沈建武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 明明想动手干掉沈老爷子的人 是你和你儿子 证据呢 你有证据吗 不都是你说的吗 沈老爷子把身家50%的股份 都给了沈秋月 你干掉了沈老爷子 到时候沈秋月一个丫头 不足为虑 够了 不需要什么证据 立刻 剥夺沈建武沈浩 在沈家的一切权利 秋月你去拜 是 什么 爷爷 你疯了吗 我跟我爸 那是您的孙子跟儿子 你不相信我们 却相信这个外人 查清之后 如果你们是冤枉的 自然还你们清白 喂 爸 秋月 有人威胁你和爷爷 千万不要答应 沈建文 我给你敬酒不吃 你要吃伐酒是吗 你想死是吗 阿布 人送到沈家了吗 你再过来一趟 把王清远带走 听后发落 男哥 人是送到 但是沈家发生了一点事 沈家怎么了 男哥 王清禾交代的事项 沈建文不承认 还有沈建文好像被人打架了 不 什么 那你那刻过来 是 男哥 你是神 我爸在哪 妈的 教你的话都白教了 让你乱说话 想让我沈家就范 你休想 这是你们沈家欠我的 欠我的 唐展 你自己是个废物 你们唐家不争气 和我们沈家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你那个女儿 非要支持沈男那个狗赘婿 我早就把唐婉嫁给王公子了 公子都答应给我们唐家一大笔投资 我自己也会有一笔鞋 我不是这个事情黄了 我需要去赌食 还给我赔那么多钱吗 自情无能 可笑不可笑 唐家有沈男这样的女婿 居然不知道珍惜 却反目成仇 说你们唐家 是不是可笑啊 干嘛 我让你死 看来你不怕死啊 死 难道 今天能让我活着离开这儿 你说的对 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活 南哥 把王清远带走 顺便送我回沈家 是南哥 想我lle 去哪里 你bits 莱维 全都要 我 匆区 去哪里 山伯 小姐抓走 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 正好将你一并拿下 献给王公子 闭嘴 我本以为你们跑了 现在政府 省得我去抓你们 你说说在做什么 闭嘴 老实交代 你们怎么毒害姓老爷子 和绑架沈叔叔的 我和我爸 联合王清禾兄弟 给爷爷下毒 没想到爷爷 却被你给救 王将人都不重用 都是废物 所以 事后我们找上了 王展 王展 他把人帮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也能查出来 你去找一件 沈叔叔平时穿的衣服 陈先生 这是我爸宴会穿过的衣服 等会你开车 听我指挥 小婉 你就留在这里 陪着沈老爷子吧 好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沈老爷子 你叫下人把人绑起来 我们走 我们是 现在就打死我 坏了老子的好事 我现在弄死你 极不是便宜你了 老子好不容易把你给你 这又越想让我捆你 肯定得乖乖听我的话 这只毒 那是老东西 你还认不清局势 我先让他准备三个亿的毒劲 我先把人绑起个胶 然后啊 再利用唐末 想偏罗地 弄死陈南这个废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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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你爸应该就在仓库里面 陈先生 麻烦您救救我爸爸 放心 有我在 唐斩 陈南 你怎么找这的 陈先生 唐斩要害你 闭嘴 你给我住手 住手 行啊 我被三个人 再把唐末交给 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唐小姐不能交给你 人和钱都不给你 贼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老实实现了 就乖乖束手就轻 我保证 让我活到藏碗 嫁给王公子的那一天 你 你是什么怪物 你们三个土鸡娃狗 别想让我有来无回 你不能打我 我们可是一家人 一家人 你吃里扒问 一家人你把婉儿往火坑里推 一家人你联合王清河 杀我 一家人你吃里扒问 一家人你把婉儿往火坑里推 一家人你联合王清河杀我 快看 陈南他们回来了 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 太好了 我没事 就这些疲惫伤 多亏了陈先生 仗义出手 不然 我都见不到你们了 陈先生 谢谢你呀 不用多谢 这也是我的事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大伯 我爷爷他是你亲爸爸呀 我爸 他是你亲弟弟 你怎么忍心害他们呀 爸 我们知道错了 饶了我们吧 再也不敢了 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呀 我是你亲儿子 身后是你亲孙子呀 是啊爷爷 女子 混账 哎哟 爷爷爷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爷爷 爸 爸 陈先生 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好不好 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了 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 和沈家有太多纠正 因果太过复杂呀 别急 让我看看 陈老爷子急火攻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给老爷子调理一下 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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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 麻烦你了 无妨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送你去休息啊 哎哟 不用 不是我狠心 你们做得也太过分了 爸 我真的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够了 害人害己 求愿 报警吧 这 奶奶 有事吗 汤婉 你个吃里扒外的贱人 贱人报警 把汤婉抓走了 汤婉 你真是个白眼狼 阿展一经一义为你好 想让你嫁给王公子成为阔太太 你倒好 陷害阿展 让他蹲监狱 滚回来 这件事 你必须给家里一个交代 你们要交代 行 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记得点赞关注哦 汤婉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汤婉 一心为你好 你好心当成驴肝肺 竟然报警 派人抓他 白眼狼 这里扒外的白眼狼 你却不是唐家人 怎么还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事 你还不跪下认错 跪下 然后给都查打电话 让他们把阿展放了 不然 要你好看 你们有脸说法 你们有把他当过家人吗 废物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滚下去 你们不是要交代吗 今天 我就给你们机会 从今以后 唐家以婉儿为罪 你们交出权力 然后该干嘛干嘛 别再动歪门心思 你个窝囊废 实行疯了吧你 你生找死 你 我去 以婉儿的能力 沈家的事 能让唐家更上一层 你们 还能安详婉 如果不答应 那沈家 为唐者 求锤得锤 不得好死 你 你 我的耐心有限 只给你们三秒钟 三 二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好自为之 万儿 忙了一天也累了吧 我们去休息 好 万儿 从今往后 再没有人能欺负你了 放心 好好睡一觉 明天起来 可是要单起重担咯 陈南 谢谢你 南哥 有情况 有情况 偶尔 什么情况 王清远忽然开口了 说他师父的师父来了 偶尔 知道了 等我过去 收到 南哥 偶尔 这 是 万儿 我叫你时 他能传音过来 你找我时 对着他说话就行 一定要贴身带着 这就是 你和鲍哥用了对讲机吗 可以这么理解 万儿 你先好好休息 鲍哥有事找我 我去看看 好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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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清远 你这次表现不错 可以将功不过 哎哎哎哎 多谢神前辈 但是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这身修为 就别要了 你这个人 我 心术不正 身怀修为 你一定会害人的 不是我 你 我 我 我数十年的修为啊 清远徒孙 师公 师公救我呀 就是这小子 绑架了胡遂 然后逼着师公来此地啊 你 就是九云山内山人 没错 我乃江城子 请问阁下是哪路任务 你可知道 与我九云山作对 可没有好下场 我是谁 你就不必知道了 叫你来 是因为你这个徒孙太菜 小鱼钓不到巨鲸 所以 我想让你这条大鱼 来当我的鱼儿 口出狂言 找死 哎 过来 灵源石 王群女没嗓 他这师公 虽然是有所闻山的烈身高手 那也不是修仙级别的人 还不够资格使用灵源石修理 但他这法宝上 却有一颗灵源石 作为法宝的证明 拿过来吧 你 你是修仙级别高手 王群远 你这个孽畜 连师公你都还 师公 你就不要挣扎了 乖乖的听话 当他的诱饵吧 江城子是吧 你徒孙说的对 不要挣扎 我听说 你们九云山有灵源石 九云山的内山 能使用灵源石修炼的修仙级高手 大概有 数十位吧 是 是 想活命的话 就乖乖的听我吩咐 现在 就给九云山写封信 谁手里的灵源石多 你就写给谁 明白了吗 那一定是 赵世伯 好 就写给他 九云山的修仙级高手 也不知最近有多强 有这颗灵源石 我的画龙左边 可以分解你 不过 还是得再做些准备 你 你 你这个畜生 坏了 坏了我的修井 我原本 是可以 有望修仙的呀 以你的天资 也就勉勉强强勾到修仙的门口 修仙 齿兮冒想 又是一个灵源石到时候 但还是不够啊 阿宝 哪个 你吩咐 把他捆起来 关押在这儿 我要在这里 布下一座大枕 是陈男回来了吗 婉儿啊 是奶奶 奶奶 婉儿啊 你身子弱 真是奶奶 用保存了几十年的一根老山参 给你熬的参汤 快喝了 好好补补身子 奶奶 这是你年轻时 收藏的那根老山参吗 对呀 这可是真正的百年老山参啊 来快喝 这么珍贵的药材 给我岂不是浪费了 给我孙女补身子的 怎么能说是浪费呢 不不不 贤婿你不能进 陈男回来了 哦 陈男 不不不贤婿你不能进 不不不 那个你你你你稍等一会儿再进啊 我有件事还要请教你 有事情 向我请教 呃 啊 是是是 你看 我们都知道 王家的家主被抓了 王家的那个继承人也废了 王家这眼开就败了 这是个多么好的时机啊 我们唐家 不趁此进去更待何时啊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现在唐家 我老婆婉儿才是家主 唐家的一切我老婆说了 唐家怎么样 关你们什么事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 婉儿这是我女儿 当初把婉儿卖给王天策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是这个说法 滚开 啊 你今天就不能进去 你想死吗 我不喝奶奶 我不喝 乖孙女 你乖乖喝了吧 不要辜负奶奶的一片心意 奶奶我不喝 快喝 你不把这药喝下去 我们怎么控制你喝成呢 奶奶我不喝你 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奶奶 看在你们是婉儿长辈的份上 你 我没想对着你 没想到 自己疲痒了 陈南 你终于回来了 乖别怕 我早有准备的 他们伤害不到你 但还是让你受到了惊吓 他们 该死 我没有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呀 我就是熬了一碗生汤 让婉儿补补身子呀 你会这么好心 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钻心草之毒 老同学 你好狠哪 你怎么知道 真的 专心草是什么 是一种剧毒 中毒者 毒素会供入心脏 每天子午时分 中毒者 会成为钻心之痛 此毒 是一个没有完全解除的解药 只有下毒者 通过下毒的技能 搭配相对伎量的 浓心果之液 来暂缓化剂 消除痛苦 你 我是你亲子的女 老东西 你自己 把地板上的毒液 给我潜干净 不 我不 我不 是怕中毒 那就立刻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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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欺负你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就算今天没有被下毒 总之 我多陪你一天 我也很满足 婉儿 这唐家的房子 我待也罢了 我就不回来了 让他们三个 留在这里 承受永远不能解毒之痛 沈小姐 陈南 有一件事 需要麻烦沈小姐 帮助了沈家那么多 那么接受沈家的帮忙 就不会受到因果的影响 影响你的姐 没问题 我还没说什么事 你就没问题 你是我们沈家的大恩人 你的事就是沈家的事 你需要沈家做任何事 都没问题 我需要一个临时的住处 陈南 唐婉 这是我们沈家的酒店 你们就安心住下 秋月 谢谢你 我们只是暂住一段时间 打住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别跟我提前啊 本来是打算把我们家南郊的一栋别墅给你们住 是你们不愿意 只好安排酒店总统套房 行 过段时间 等我将沈儿的病治好 沈儿再将沈家整治以凡 接入正轨 我们也会考虑构知住处 到时候 就不麻烦沈小姐了 好 到时候再说嘛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秋月 感谢 你 我先去休息一下 你 我怎么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终于突破了第三层了 距离第四层 只差一点 就等着 宛儿 干什么呢 唐家虽然已经衰败 但是方方面面的事情还是很多 尤其是不少产业已经成了负资产 我现在要接手 得尽量熟悉起来才行 你身姿弱 先不必接 再等等 我就能把你身体治好了 我相信你 可是唐家等不起 我让他们家唐家交给你 是因为你在唐家被欺负了那么多年 那是应该的 至于唐家 在我眼里什么也不是 就算是废了 没了 又如何 可是 那是爷爷当年打拼下来的呀 好 听你的啊 来 我先检查一下你身体 上次 这虫茧才米粒大小 现在 居然是已经增长了几乎一倍了 得抓紧时间了 好了 我们走吧 混账 你是不是眼睛瞎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赶紧把你们经理交过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客人 我真的不知道您是谁 睁大你的狗眼 这是我们王少 中州王家的王少 你不知道啊 记得点赞关注哦 你不但眼睛是瞎了 耳朵也聋了吗 说话你没听清楚吗 让你们经理滚过来 我 你 你 抽他 是 家主 哎呀 这不是王少吗 王少光临 我们餐厅真是蓬壁生辉啊 你就是经理 是是是 我先提醒你一件事 中州王家已经换了一个家主 注意你的称呼啊 啊 王家主 那不知王家主有何吩咐啊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上个汤竟然能撒在我裤子上 看到没有 在这儿 快快快 立刻给王家主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那不知王家主 有什么意思啊 让他跪下 给我挺干净 要不我给王家主 免单 我免你妈的单 我扛看王家家主 我要你免单 我以为是哪来的野狗 在大庭广州之下狂吠 原来是你啊 你别过来 很怕我 胡说 我不怕你 对 我不怕你 你不会以为 你老子进去了 你接了王家的班 你就有底气了 你可真吓起来 居然侮辱一个姑娘 给你铁那里 我能打断你四只 就能打断你的第五只 你信不信 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把你拿走走 你怎么就回来 听了 你告诉我 我看你 你回来 这就是 你是让你 我给你 够了 我给你 我给你 就算 有一个 这么长大的 我还要 他 当 遇到了条野狗 听他叫了两声 服务员点单 中州王家 王天策 见过海州九云山上仙 中州王家 王清远家 怎么会找一个废物当家 上仙 我束缚王清远被恶人所抓 我父亲也被陷害入狱 我也是被那恶人所伤啊 这我知道 我在九云山接到了 失职江城子的信服 说他来中州 替徒孙王清远出头 遇到一个厉害人物 对方手里还有一样宝贝 这个人可是你说的那个恶人 是 是 好 我知道了 我是九云山内山赵峰子 既然我来了 就不会有事了 我去去就回 上仙 上仙 还有何事 上仙 我这 这段序金丹 你吃了之后 手脚自会恢复 多谢上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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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儿 身体重要 先休息休息 休息好了 再工作也不迟 我马上就处理完了 休息休息 你怎么来了 我来是邀请你们参加招待会 什么招待会啊 我爷爷今晚举办招待会 正式宣布 我成为沈家的下一任花式人 请了中州很多大官显贵 你们可不要放我鸽子啊 恭喜邱月 实质名归 恭喜沈小姐 今天晚上 我们一定到场 太好了 唐小姐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我们一起去做个SPA 怎么样 好啊 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 要不是沈小姐啊 你呀都不知道休息 好啊 有人闯我布下的龙铃法阵 我得去看看 这里既然有人会布置法阵 这样也能难倒我吗 你就是我师侄将成子说的厉害人物吧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你就是九阴山内山赵丰子了 知道我是谁了 还不速速下跪交出宝贝 就宽恕 口气不小啊 口气不小啊 我想知道 你的本事 有没有口气那么大 怎么会这么厉害 是你太弱了 你心术不正 留着修为也只会危害一方 今天我就提前行道 你竟然废了我 你死定了 我九阴山灵海深处 古剑林出世 这 山主取得剑林 顶辉 回来娶你狗命 哦 那我拭目以待 阿宝 来三库 南哥 收到 把他带走 跟他们俩一样 我留着还有用 好嘞南哥 动作快点 一会儿送我去沈家 感谢诸位赏脸 即日起 我们沈家 将由我的女儿 沈秋月 当画室人 从今以后啊 还要和诸位 京城合作 大家好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指教 我们合作愉快 沈小姐 我们一起出去喝一杯吧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约了 婉儿 唐家 已经废了 这堂啊 真不知廉耻 还高攀沈家 真不要了 无耻 小小唐家 高攀沈家 也就能给沈家 充当挡箭牌 不然唐家 怎么能高攀得上沈家呢 王天作 你竟然痊愈了 你不醒自来 你想干什么 沈老爷子还没死呢 你们怎么就开始吃席了 不过也好 反正你快了 然间策你混蛋 敢揍我尹烈 信不信我让人轰你出去了 你装什么装 如果你不是陈楠 你们沈家 早就被我们狼家踩在脚下了 不过 这件事马上就要成为事实了 陈楠这个人 现在估计已经死了 我倒要看看 还怎么硬气的起来 王天策你给我滚 我们沈家不欢迎你 哈哈哈哈 欢不欢迎那没关系 把沈家的场子给我砸了 请问 叫宝安 叫宝安 宝安 宝安 快把这些人给我轰出去 哈哈哈哈 宝安 你们沈家的宝安 已经全被我干掉了 我以为哪家的疯狗敢在沈家闹上 原来是你这只疯狗 看来你不长迹象 把我说的话都忘了 你没死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现在知道怕了 早干嘛去了 为耻 上啊 你不会以为你叔叔王清远的师公的师伯 我 那个叫赵疯子的家伙 能杀了我吧 那个老家伙不经打 被我废了 我说过 能打断你四只 也能打断你五只 今天就应验在你身上 这人下手也太狠了 王天策也太惨了吧 这都是他咎由自取 谢谢陈先生出手 我宣布 今日起 王家和沈家不死不休 从即刻开始 全力剿灭王家 一切产业 画龙九变 已经修炼到了第六岁 应该能为婉儿治病了 婉儿 来 让我给你检查检查身体 我估计 这次 有可能 就能治好你的身体了 真的 真的 这次 肯定能治好你的身体 陈南 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快躺下 我来给你治疗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罕见的蛊虫 不过 现在都已经解决了 只是 现在你的身体 暂时还有些虚弱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 我给你调理一下 就没事了 这蛊虫不简单 一旦成熟 可以控制我 不过 现在能为我所用 不过 现在能为我所用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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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见面 不过 我去见面 不过 要不 我来 不过 我去见面 到 把那时候 你真能 不过 我去见面 把那些人 唐婉 你来干什么 你不是被开除了吗 从今天开始 唐家有婉儿做主 唐家的公司也并如他名下 今天是来接收的 放屁 他 他也被执掌唐家 不是我说 你一个唐家罪婿 有你说话分 滚滚滚滚 别逼我喊保安轰你们出去啊 滚 你现在把公招和财务数据交给我 我可以不和你计较 你算什么东西 你要是不信 自己去问老太太 现在 马上 把晚上要的东西 送到董事长办公室 进 董事长 你要的东西都放这儿了 好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沈南 我约了秋月来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刚才跟我发了消息 已经联系了记者来报道 现在已经在会议室等着 我们走吧 好啊 从今天开始 有我担任唐家的董事长 同时 唐家和沈家 达成合作 接下来将由沈家和唐家联合开发 休闲 娱乐 饮饰等项目 请见 董事长 王总的外贸 投资的房地产 酒吧 KTV 酒店 都被我们以极低的价格给收购了 目前运营良好 净利润十分可观 汇总的话 每个月有一个亿以上的收入 那就发布和沈家的联合财报吧 婉儿 唐家撬给你是证据 哪里 都是沾了秋月的光 说起来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 嗯 婉儿 皇家这下算是彻底完了 我爷爷让我谢谢你和陈南 婉儿 记得点赞关注哦 秋月 你又在取笑我 你记得 替我向沈爷爷问好啊 以后的中周 就是沈家和唐家的天下了 是啊 谁说不是呢 嗯 起来 你出去 感动了 王家家主 你们什么东西啊 找死啊 王家家主 我呸 王家现在都已经破产了 他就是个丧家之犬 还在 还在我们酒店 白吃白喝的 以前你们狗仗人是欺负我们 现在你们算什么东西 改来这儿撒野 赶紧滚 王家家主 我看正数跟沟主还差不多 呸 呸 呸 我还能喝 我有酒呢 南哥 您来了 他们没死吧 好着呢 你放心 你又放了什么 放心 不会要你们的命 只是让你们更听话 而且 你们不是心心念念着 你们的九云山吗 今天 我就带你们去海州的九云山 让你们 落叶归根 鲍哥 背车 我们去海州 我们进去 你在这儿等着 好 南哥 南哥 您小心点 古剑灵 就在这里出师 你们山主 在等待古剑灵 没错 我告诉你们 我们山主 修为通天 得到古剑灵之后 想收拾 清儿一句 我留着你们几个的狗命 就是为了此刻 我一会儿就去破除结界 你们三个 最好给我老实带路 否则的话 立刻死 你当我们傻吗 我们给你带路 等到了地方 你还会不杀我们 到地方 山主在 或许 他杀不了我们 你看 他就比较聪明 走 早在三年前 山主 就在这里布下了结界 为了防止外人过来抢夺古剑灵 想要破结界 需要一名纯英少女的心头血 你还想用蛮力打开它呀 心头血 你们九云山 你们九云山 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破 带路 他这么厉害 恐怕山主也对付不了他 我们还有希望 山主得到古剑灵 以古剑灵之威 并能灭 这阴阳结界就是 反射 但九云山深处的灵海 本身就是一座迷宫大战 要是没九云山的人带路 才是吧 不怕他们耍花样 这都走了一整夜了 七弯八绕的 天都快亮了 还没到 九云山 九曲十八环 就是一个巨型灵海迷宫大战 哪能让你这么容易走得深处 你们是想故意拖延时间 等你们山主收服了古剑灵 好让他来对付我 是要怎么样 如果没有我们带路 你根本就进不去 最后还是会被山主灭杀 小杂嘴 到了我们地盘还敢这么嚣张 你死定了 看来 是我对你们太好了 饶命饶命 我们这就带路 这就带路 快了 快了 灵箭就快要出事了 也不枉费我用积累数十年的灵源 在此滋养剑灵啊 不好 剑灵出事居然会引来天津 这就是古仙人之剑 引出了剑灵 你不敢去 我来去 你 你是个人 你是个人 赵风子 你们 山主 他是来抢夺古剑灵的 快杀了他 山主 我们就是被他所控制 你快杀了他 天津 赶到我九云山的古剑灵 找死 剑灵 剑灵 具有如此之大的威力 真乃先进啊 拿来吧 讲老子的东西 去死吧 画龙九变 齐变 八变 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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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成功了 神主死了 杀命 我愿意 杀命啊 此作孽 不可活 杀命啊 这画龙九变一旦到达 天津就来了 没想到我这个天津 今日比剑灵出世还要 哎 天津终于过去了 看来 是时候回去了 是时候回去了 这可都两天了 这南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哎 这里边又打雷又刮风的 不进 太危险了 哎 南哥 走 回中州 哎 好嘞 哎 那仨人呢 在里边 晕了 嘿嘿 南哥 威武啊 看他以后 敢不敢跟咱作对 刚才得到了一个消息 沈爷爷 什么消息啊 是唐家 唐家老太太 和他的两个儿子 中毒之后 一开始 他们还自己 按尽量调配解药 化解钻心草的毒 后来 解药用完了 他们耐不住痛苦 自杀了 婉儿 他们想给你下毒 结果 根本没有准备多少解药 证明 他们一开始就只打算利用你 威胁陈南 事后 让你在痛苦中死去 你不用为他们难过的 是 说什么呢 你回来了 晴月 老爷子 你们之后 有什么打算 爷爷说他操劳了半辈子 让我带他出去 看看大好河山 明天就出发 你们呢 我们 如果晚上愿意的话 我想带他去 九云山深处 隐居休息 现世 已经不适合我了 智男 我问你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